各位网友大家好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井冈山的斗争 割据地区的现世 今年4月以来 红色区域逐渐推广 6月23日龙园口 永新宁钢交界一战 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 我区有宁钢 永新 莲花三个全县 吉安 安福各一小部 隋川北部 陵县东南部 视为边界全盛时期 在红色区域 土地大部分分配了 小部分在分配中 县 乡 政权普遍建立 宁钢 永新 莲花 隋川 都有县政府 并成立了边界政府 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 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 7月 干敌进攻 8月 相干两敌 汇宫景岗山 边界各县的县城 及平原地区 尽为敌距 为虎作仓的保安队 挨护团横行无忌 白色恐怖布满城乡 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 大部分踏台 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 纷纷繁岁 8月30日 井冈山一战 乡敌始退往离县 干敌仍盘踞各县城 及大部分乡村 然而三区是敌人 始终无法夺取的 这在宁纲有西北两区 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 西乡的小江区 南乡的万年山区 在莲花有上西区 在隋川有井冈山区 在离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 7、8月 红军一个团 配合各县支援队 暴动队 大小数十战 仅施枪三十支 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从意上游 向井冈山回军之际 干南极军独立 第七师 刘氏义部 追至隋川 9月13日 我军击败刘氏义 脚枪数百 占领隋川 9月26日 回到井冈山 11日 与敌雄市挥部 周魂元旅 战于宁冈获胜 收复宁冈杠县 此时 香敌驻贵东的 严重卢部 有126人 投入我军 编围 特务营 必在云为营长 11月9日 我军又击破 周旅 一个团 于宁冈城 和龙院口 一日 近战永新 随即退回宁冈 目前 我军南 自隋川 井冈山南路 北是莲花边界 包括 宁冈全县 隋川 林县 永新各一部 城 一南北 狭长的 整块 莲花的 上西区 永新的 天龙区 万年山区 则和整块 不甚连数 敌人 企图以军事进攻 和经济封锁 消灭我们的根基地 我们正在准备 打破敌人的进攻 好 下期再见